台湾人的丑陋面 李乔巨著赏西 比博洋丑陋的中国人伟大亿万倍 台湾人的残暴 贿赂 如何屠杀无辜介绍 12月07、2021 博洋丑陋的中国人将停止发行引发台独如丧陶笔 而台湾文学泰斗李乔巨著台湾人丑陋面常年被恶意忽视 真是台湾大悲哀 国家文艺讲维基百科李乔著作介绍都漏了这本 台湾有这么难听吗 以台湾为名著作为何不能进教科书 我就再介绍一下这本伟大但不完整的著作 希望李乔台湾人的丑陋面能让更多人知道 首先先介绍李乔巨著台湾人的丑陋面的封面 在第54页 李乔谈到当时台湾人封大家乐赌博 迎前就找托衣舞去当初许院的神灵面前大跳厌舞 赌书就拿神出气 有拿菜刀砍神明的头的 或丢到锈水沟垃圾桶 而人与神贿赂关关系的建立完全是台湾人单方意愿 非常变态 李乔说 这就是台湾人贿赂一贯交的真相 几十年后 台湾人新兴宗教有增无减 求的也是升官发财 还有下烟者 跟父母要不到钱就家暴乃至砍人 真实变本加厉 没有下线 更夸张的就是台湾人别人的男仔死不完 李乔在台湾人的丑陋面106页提到台湾人普遍有别人的男仔死不完的丑陋心态 各种行为完全不考虑别人死活 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人破坏生态乱到垃圾废土污染 先看李乔巨著该文的照片 桃园沙石场废土坍塌压死小黄司机立委报 中央地方长期纵容 2021年10月12日15点39分联合报 记者无量显美台北及时报道 桃园市龟山区东外受禄的沙石场京城发生侧强坍塌意外 一名继承车司机遭活埋身亡 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金在脸书指出 该沙石场长期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 中央地方长期纵容 应彻查并纠责 陈娇华指出 该沙石场刚好是他前阵子收到检举违法占用的沙石场之一 不止有业务过失致死的问题 还有长期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遭纵容的弊端 他也痛心地说 此次一名继承车司机遭遇天降恨祸 失去宝贵生命 能否迫使中央和地方正式桃园和全国沙石场长年违法占地营运的弊案 计程车航金归山区一家沙石场 遭外泄土石冲压活埋 男驾驶当场毕命 详细案情正在调查理清 记者杨战华翻射 我们在简单以农地 废弃物当关键字搜寻一下 各位请看 就一堆台湾以农地当垃圾场乱到垃圾污染的事件 这次废土害死了一位计程车司机 但这与其说是中央地方长期纵容 还不如是台湾人的本质 因为李乔就说了 这是台湾人的丑陋面别人的男仔死不完 这位死难的继承车司机与桃圆市长镇文灿 蔡英文总统没有亲属关系 属于别人的男仔 在意外发生后 桃圆市长镇文灿 蔡英文总统有下令清查全台湾这类别人的男仔死不完的行为吗 就像台湾多年来各种大规模交通意外 黑心食品 政府无不秉持别人的男仔死不完的心态应付 台湾选民也不淘汰这样无赖的政府 因为这就是李乔所言台湾人的丑陋面别人的男仔死不完 只有受害者家属会难过 其他的台湾人心态就是别人的男仔死不完 不对政府纠责 也不想知道细节 事实上 李乔具注台湾人的丑陋面所能反映台湾真实的一面 至今人力久迷心 正如我在博洋丑陋的中国人停止发行干台独屁事 从李乔台湾人的丑陋面扶老人目无余足 台湾人死得差不多谈起一文所提到的 为什么更攸关台湾人的剧注大家不讨论 却讨论中国人博洋医院不再发行的著作呢 说到底 这也是李乔所言台湾人的丑陋面别人的男仔死不完的展现 台湾无论是教科书或各类评论 心态上就是要把台湾写得像天堂一样 完全不容许任何批评反省 李乔写的台湾人的丑陋面给台湾人的启蒙绝对不能扩散 反正 别人的男仔死不完 于是 台湾人因为台湾人的丑陋面而枉死得就一个接一个 那些台湾人宁可看丑陋的中国人 也不能让台湾人的丑陋面给下一代认识 也许李乔这本剧注进不了教科书 也许台湾教科书编辑委员宁可要中国人博洋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而不要李乔剧注台湾人的丑陋面 但我也必须说 台湾人对台湾人的丑陋面若继续采取蒙伤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的方式应对 那悲剧还会不断发生 台湾人的丑陋面别人的男仔死不完的劣根性 终究害到每一个台湾人自己 Blackjack 2021年12月7日 桃源杀石场废土坍塌压死小黄司机立委报 中央地方长期纵容